请大家尽快就座 我们还有1分钟就开始 我们很快就开始 请各位尽快就座 各位,我们正在恢复我们的投资峰会 我想请各位尽快就座 Mr.Conney,你喜不喜欢我? 我这里有黑身碑的标志 好了,我们现在要关门 其实我们的台风在外面 但是我们室内内 就是有我们的专题讨论 就是准备上台和大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我们就是说一下金融 无论我们是说一下管治 或者是金融等等 其实ESG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专题讨论 就会去说一下我们如何去做 还有可能就是可以把我们的资本带来一些盈利 我们今天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主持 他之前是在J.P.Morgan工作的 接着 然后就是被委任为 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 现在我们请上台 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 Nikolas Aguzin 我们欢迎KKR 联席行政总裁Joseph Bay先生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行长兼董事会主席金立群先生 欢迎KRll 노래를让我们来 program Ahn κα善克书 法合格传统 各人银行与财富管理首席 Arnold Serviczari 莫龙投资管理首席 pasówar тогдаன 甚至最多的是 namingJosephity 好,大家早安! 很開心可以看到大家面對面 非常感謝Eddie和他的團隊舉辦這麼好的峰會 我們今天參與我們的專題討論 是有來自不同的各地的各地的專家 也有不同的專才 很開心可以跟我們分享 而今天的主題對我們的港交所很重要 因為上星期已經開始了 我們的氣候交易項目 我們今天會談談趨勢 以及每一個不同的機構 如何克服這個可持續的挑戰 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始我們的討論 Henneker,你好!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想問你 我們有方法做得好 以及做得好 很多投資者都在懲罰某些行業 尤其是油和氣體方面的行業 我們也可以說這些農業 不同的行業 有這些行業 其實營運得好 有沒有一些好處呢? 其實你是怎樣去看? 以及你的公司是怎樣去看? 如何去確保一個平衡? 謝謝Nicholas 早晨 一開始 就是要回答一個複雜的問題 就是一個挑戰 我也想多謝香港金管局 主辦這次的峰會 我80年代在香港工作 我很開心可以再次來到香港 可以感受到這裡的氣氛 我們在這次的專題討論 你可以看到我們也可以把這個焦點放在ESG上 投資者和政府都很關心ESG 你提到一個問題是 可不可以我們做得對的事 而同時把它做得好呢? 當然,我們也希望這樣做 你可以看到所有投資的決定 現在就是大家都會考慮這些事情 因為對於投資者 對於一些股東來說 大家都覺得很重要 你看看數字 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好像是一個社會的一個轉移 就是把這個焦點 由股東放在持份者上 ESG的風險 就是作為一個投資者 我們是不能再忽視的 因為我們是覺得 就是公司 應該是把這個視為重點 因為你真的可以帶來一些影響 也帶來一些潛在的價值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是在財政上做得好 而同時也做好事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至於你問到我們如何投資 應該投資到哪裏 首先 就是要看到ESG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最近有一個報告 就是 其實這個小缸 其實是需要100兆 才能夠達成目標 就是2050年 就是達到這個零碳 我們覺得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要達到一個目標 我們就不能夠 去歧視這些做不到的 尤其是航空公司 以及一些公用事務公司 因為我們覺得 其實我們也要看著我們的資產 我們也覺得 作為一個投資者的社區 我們也有責任去考慮 去把一些資本 發佈在那些公司裏面 幫助大家 可以達到零碳 所以我們應該重新做一些分配 好的 謝謝Henneker Joe 我也想問問你關於一個 私人的資產 私募基金的市場 你們也是很看重這個回報 你們KTR在持續發展 也做了很多事情 特別是你推出了一種 影響力的投資策略 另外 你們也是很積極地 推廣這個 有關氣候轉變的回報 那什麼是推動你這方面的決定 你們怎麼看 在可持續發展上 你們的角色是什麼 謝謝 首先要感謝余先生 和你們的同事 我非常高興 可以回到香港 看到香港是回來了 還有 還有 有關可持續發展 和可負責任的投資 和這個回報沒有影響 我們的責任 作為私募基金投資者 我們的責任是 投資一些公司 讓他們做得更加壯大 發展 我們創造一些更加有價值的東西 比如五年十年之後 令你的公司可以上市 今時今日做不到的 除非你是在ESG 可持續發展方面 我們是作為一個資產的負責任人 對我們來說 這件事不是新的 我們過去十五年 都是把制度化這些做法 我們和環境保護基金合作 製造了一個綠色的組合 我們開始發布一些年度的可持續發的報告 每年都發布的 在2011年 我們開始是 集中這個環境和社會責任等方面 僱員參與是很重要的 因為現在勞工短缺 很多人都擔心不了這些人才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是幫助我們提升 我們的團隊的生產力 和為投資製造價值的 如果你是專注可持續發展 那今天會有很多的投資機會 現在有很多綠色的轉變 是製造很多的價值的 我們的影響基金 就是要遵守聯合國的SDGs的目標 這是一個很好的時間 令到我們不方便 一方面在投資得到好的回報 另一方面也可以照顧到環境 你覺得這個環境和社會責任這方面 怎麼可以一起呢 可以是 令到我們達到環球 這個可持續發展的發表 多謝大家 邀請我回到香港 我們有一個目標 就是在2020年到2021年 我們有2500億的投資 投資是ESG 在環保方面 包括清潔的能源 可救再生能源 可持續的運輸 社會的活動 在教育方面 醫療 可負擔得到的住房等等 我們有很多這方面的活動 看亞洲 亞洲是一個好的例子 我們早幾天第一次做的 在亞洲綠色的債券發行 我們和LGKM、BBI公司 幾間公司合作 我們去年 在對亞洲的客戶 我們有400億的投資 支持他們的可持續金融的需要 我們和我們的客戶 我們幫助他們 在香港 一個例子就是 我們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能源系統 我們幫助我們的客戶 我們自己本身也是 我們都是推動很多的措施 是改善環境 和做福克社區的 Jean 說回亞投行 你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就是你要承擔一些風險 你們用亞投行有什麼工具 是可以做的 是可以做的 我知道 你的工作是很艱鉅 你需要很多資金 有什麼其他事情可以做 是可以做的 是可以做的 你們可以做什麼 多謝 很高興可以今天出席 這個高峰會 跟大家見面 我就想說說 這個亞投行 是一個 就是說 很多人都不要認識 我們這間銀行做什麼的 世界銀行 亞洲發展銀行 那些大家就知道 我們這間銀行 是在二十一世紀成立 我們的持份者就是一些發展中的國家 雖然我們是第一個 這個多層的發展銀行 多數都是發展中的國家 我們的股東是來自各大州的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特色 你可以問我 如果大部分股東都是發展中的國家 那對歐洲國家 他們有什麼理由加入呢 因為我們制定所有的規例規則 那答案就是有的 我們有很好的制衡 歐洲國家 包括加拿大 他們有超過25%的投票權 我們的主要通過的政策 以及選我們的總裁或者主席 一定要有三分之二的成員國 多過四分之三的投票權 雖然中國是最大的股東 中國就不是說是投降 這是一個很好的團隊精神 因此我們銀行很專注在高質的發展 我們說的是綠色金融可持續發展 所有這些原則都在我們的協議上都很重視 你講到一個戰爭相對於在出席的金融機構 好像黑石、大通、匯豐等等相比 我們的資源是小很多的 我們要做的是希望利用我們的資源 組織私人市場的錢去推動持續發展 我們不應該只是依賴政府去推動發展 我覺得也是不對的 發展銀行不應該是敲這個股東國家 要他們拿錢 我們很專注是看這個成本效益 我們是會研究我們怎樣去發展 這些未來的基建的項目 這些基建項目不是用傳統的方法去設計 我們是會採納氣候 即是一些方法怎樣去舒緩氣候轉變 影響 例如說 所有的舒緩氣候改變的方法 其實你看我們按這些標準 你可以按這些標準來看我們的表現 你剛才提到一兆圓的承諾去做 去到2030年你作出一兆的投資去推動可自続發展 當然你是一間很國際性的機構 有這些國際性的活動 那你怎樣可以維持一個統一的標準 即是當你和這些不同的地方的市場合作 你是不是會有一個一貫性的標準 還是你會在不同的地方 你會考慮到當地的情況 有些不同的做法 多謝你的問題 我們不會有一個方法全球通用 我們有全球網絡 我們都依賴不同市場當地的人才 我們在不同的地方有當地的人才 都很重要 因為他們是可以幫助我們的客戶 滿足他們的需要 我們都很明白 不同的國家是在不同的發展階段 他們的社會的需求都不同 可持續發展 是要跟當地的環境是配合的 譬如 所以我們很依賴當地的人 當地人才幫我們了解當地的環境的市場 我們面對什麼環境的挑戰 加上我們環球的能力 我們有一些全球的政策和計劃 但是我們也要結合每個市場當地的情況的人才配合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去減排 有一件事我們要做 首先找到一些機制 就是要減碳 我們做法一定要有效率和公平 現在我們目前新興市場得不到這些所需的資金 那要新興市場 即是說發展要減碳 也會拖慢他們的經濟發展 所以我們的責任是提升這些資金 提供給發展中的經濟 以及尋找一些機會 去幫助可持續發展 我們做這些工作 我們知道我們ESG的數據是很重要的 不同國家有不同當地的規例 不同的回報的要求都不同 令到這些數據是會分散的 這件事我們是一起集體去處理解決 比如香港可以扮演一個領先的角色 在ESG 在本區 帶一個領導地 可以制定一些國際標準 設立一些地區性最佳的操作守則 那因為不同地方 又可以需要不同的規例 所以不是說一套政策 全球都會使用 Gin 你的總部就是北京 你投資於整個亞洲 你的機構的性質和投資產品 會受到很多人的監視 當我們說到可持續成 我們就是沒有標準化 現在有更多的飄錄的風險 你如何管理這些風險呢? 特別是在去年 你們推出一個可持續的綠色債券架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嗎? 謝謝你的問題 其實我們這個挑戰是很大的 我知道很多人會把這個銀行 好像在一個微生顯鏡裡監視著 所以我們非常小心 而我們的名譽也是很重要的 從第一天開始 我們已經說得很清楚 這個銀行 就是要有一個很強 和很堅固的架構 但是我們也知道名譽是一件事 而信任就是需要賺回來的 你沒有辦法說服別人 就是服你 但是我們從7年前 剛成立的時候 從很少的成員到現在 百多個成員 為什麼呢? 就是每個人都會相信 而決定加入這個亞投行 就是因為他們信任我們 所以當我們說到營運的時候 譬如說每個人都會把焦點 放在氣候變化上 我便說到這些舒緩的方法 是很困難的 其實你以什麼標準去做得好呢? 所以世界銀行 KDB、亞投行 所有都一起合作 去產生一些放緩 氣候變化的一個追蹤方法 就像ESG 亦定立了一個架構 我們亦要確保 每一個項目 都不能夠違反一些國際標準 我們就是要改善環境 而不是要破壞環境 所以大家都在看著我們 看著我們在做什麼 其實我們在做每一個項目 都被人監視著 好了 說到這個票錄 譬如說 我們有一個架構 就是可持續發展的架構 就會給你一些清晰的指標 我們會發出債券 我們可以發行一些綠色的債券 有些專門做一些 例如說 減輕氣候變化 但是我們的架構 其實涵蓋的是更多 我們和一些金融投資者 和機構的投資者 就說 這是一個全面的方法 來處理這個環境的問題 我們現在就是發行這些綠色的債券 所以我們所做的任何事情 所有市場的融資都會放在舒緩的氣候變化上 當然我沒有時間很詳細地和大家說 但是我們就是透過這個方法 就可以強化所有人對我們的信心 我知道其實要失信心是很容易的 因為一失信 人家就不會再回來 Hannigan先生 有些人說 做可持續發展方面 有些人說亞洲在這方面 在推動可持續投資是落後的 那你這方面的觀察是怎樣的呢 就是說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 這樣的比較是怎樣的 我現在在亞洲 我覺得亞洲現在都是很快地追上的 當然落後於澳洲和美國 不過我們看到從投資者的角度 和我們的客戶方面 我們看到他們更加有大的意願 是將這個可持續發展投資 是加入萊佛基的組合的 也都是不同的監管機構 在本區都制定了一些架構 因為之前的港者也提到 數據披露的清晰是很重要的 所以某程度 亞洲也追上來了 我們看到他們都感覺到 這個氣候轉變的確帶來很大的影響 比如現在我們看到 因為這些氣候轉變 颱風帶來水浸、泛濫 很多我們投資者和客戶 就是他們如果是在新興市場 這些地方 他們明白 我們一半的投資 100兆的投資 我們希望去到2050年 達到碳中和這個目標 因為亞洲的經濟 預計的增長會很快 如依賴更多的能源 所以他們相對於發達的經濟 需要更多的資金 取得更加綠色的未來 我想這裡 亞洲區和投資角度 也有一個好的機會 我們可以 即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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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快一點的 引用這些發達市場的 那些科技 比如說亞洲 他們不需要用固網 一用一用手機 同樣在亞洲 我們這裡有機會 可以作出一些很好的投資 用少些碳 也因為這樣 令我們可以作出更多投資 在可制度發展 我們要確保 我們要有更好的數據 更好的披露 短期我們看到 本區的投資者 他們不願意投資 在最需要的這方面 幫忙的行業上 而 Joe 你說到 其實你住在香港多年 也很認識亞洲 你覺得亞洲的情況是怎樣 而對於可持續的投資 有什麼挑戰 或者機遇 你同不同意Hannicka的說話呢? 我同意 我想其實當你想到氣候和碳 的時候 全球三大碳排放 就是中國 美國和印度 要我們在減碳 有進展 我們需要亞洲 作為一個先鋒 因為能源消耗 和人口 對於亞洲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是對於投資也有很大的機遇 我比較樂觀 就是覺得政府、規管機構 和私人投資者 會慢慢在這方面進展 我覺得我們在一個很短的時間 做得到 唯一的困難就是 你如何去量度 以及有什麼策略 是真正能夠減碳和提升 因為這個工作是比較困難的 一些股東 或者持份者 大家也要去想想 我們不是單單 就是匯報各方面做得好 這是一個基礎 但是我們要想想 你作為一個有責任的公司 擁有人要怎樣做呢? 這一點可能就比較難 這是比較難解決的問題 謝謝 好 我們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要問 所有的嘉賓 我先問你 我們說到 這個氣候變化 大家是否相信 這是足夠呢? 如果你說從質量方面 就去看你覺得 其實做得足夠 是否可以克服這個問題呢? 我們說到今天的主題 就是我們如何駕馭 不確定性 我們唯一確定的 就是一定要克服我們面對的挑戰 包括氣候變化 因為我們要打擊這個氣候變化 是一個具挑戰性的問題 如果我們確保我們的金融 和財政 可以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 就好 但是我們自己做不到 我們要向政府 一些政策制定者 一起合作 作出一些架構 一些誘因 讓我們一起 就能夠達到 我們是需要在2050年 達到的目標 可製作法 金融就是未來的路向 我們 金融機構也有一個角色去扮演 首先我們說了很多關於數據的問題 這件事我們要做多些功夫 有一件事我發覺來到香港 我發覺很令我鼓舞 就是香港的廣交所 就是你們發展人才的數據 第二 我們需要有好的配合 公共政府政策配合 我們需要有清晰和連貫性的數據 第三 就像Hannekel說 我們沒有一個國家 任何一家公司可以單獨解決問題 所有的持份者 都要 比如說決策者 制定規則的公民社會等等 都要一起合作 我們花旗是很長遠看這個問題 我們看未來的30年 首先我們一開始就要有些基金 是要推動這件事 我是負責財富管理的 跟我們的客戶談的時候 我們的客戶 越來越專注ESG 他們都在這方面都願意投資的 我們有一個平台叫做有目的投資 我們要幫我們的客戶用這個平台 作出這個可負責任的投資決定 這個現在有跨代的財富的轉移 我們到2013年要花30兆的錢 下一代他們更加是著重ESG 即不單只是機構個人 隨著他們作出投資的決定的時候 他們都會很關心這個ESG 我的看法就是可持續的融資 最終是似乎你作出那個投資的質素 私人市場可以作出一些投資決定 賺到錢馬上就離開 所以私人市場的投資者都要遵守一些很嚴格的標準 我們怎麼可以確保 我們今天投資的東西 會不會為我們帶來長遠的利益 即不是對個人而是整體的長遠利益 例如我們投資一些基建 即是說投資期很長 也有些風險 特別是這個監管和這方面的風險 你可能做很好的盡職搜查 但你不太認識到這個橫觀經濟 或者是地原政治方面的問題 所以私人投資者很難確保他們的投資成功 所以我們要一起合作 我希望和我們合作的投資者 不會預期我們可以解決這個風險適應的投資 比如我們銀行和不同地方的政府有合作 雖然我們的投資是私人的投資 我們沒有保證 但是我們要確保 那個宏觀的經濟監管的政策是妥善的 有任何的改變應該是好的改變 我想我們一起合作 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令我們作出可持續的投資 所以那些項目是可持續性的 融資也是可持續性的 Joe 你覺得呢? 我覺得我們其實有很多進展 我們應該要明白 其實沒有一間公司是一樣的 大家面對不同的問題 面對不同的挑戰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 就是一件事是可以讓所有人合作 合作用 也就是取得一些資本等的方法 其實也是不同的 比如說東南亞或者不同的地方 都是不同的 一些比較小的經濟 一些沒有那麼發達的經濟 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們一些 比如說私募基金的市場 是可以帶來一些改變的 比如說在菲律賓 其實我們做了一些能源 全部都是可再生的一個能源 但是在菲律賓 就不會得到很多的一些國外的投資 當然你說一些本地的銀行就會得到 但是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融資的問題 我覺得在這區 其實在菲律賓基金 可能還是一個解決方案 很感謝我們各位的嘉賓 我們現在時間差不多了 或者可以接台嘉賓的一個問題 有沒有人想向我們的講者嘉賓提問呢? 謝謝Nicolas 也感謝各位嘉賓 我是Tony 我是Tony Neal 我是ICBC和Sittic的董事 我也很同意你的說法 其實ESG 其實是有機發展的一部分 對於所有的股東來說 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想說一下 比較具體一點的事情 我們過去的十年 其實是看到 越來越多的PPP 就是公私營合作 就是投資於基礎設施上 我們看到有更多的這一類的產品 聯合國 也是為了PPP 就是成立了一些標準 我也想聽聽大家的看法 你覺得公私營合作 其實你們覺得 會不會是一個有效的方法呢? 因為我們有時間的限制 不如先由你來回答 好嗎? Tony 謝謝你的問題 很高興看到你 實在是太久沒有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 但是PPP的一些成績 其實有好又不好 你又不可以說 只不過是 當你有公私營合作的時候 你當然沒有辦法 只是去看一條路是怎麼走的 但是我們也看到 有些項目其實是成功的 政府就是需要提供 政府設施 但是不應該就像外母一樣 因為你的行為 你一定不可以這樣做 例如說 在PPP在中國 我們很多時候說 衛生、健康、醫療方面的項目 例如說 政府就會提供便宜的土地 然後他們就會跟這些私人合作 因為照顧老人 對於中國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覺得越來越難 你不可以單靠 單靠公營來支持 我也是支持這些老人 我年紀開始大了 但是我不需要他們的幫助 但是很多人是需要的 政府其實可以提供低成本的土地或設施 而私人市場會投資 他們可以做這個合作 我覺得這是最好的方法 謝謝各位嘉賓 這是一個不斷演變的空間 我們也希望繼續對話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你 Nicholas Agusin先生 請各位走向台中央 可以一起拍一張合照 謝謝大家 多嗎 謝謝 再次多謝各位嘉賓 我想提醒各位嘉賓香港這星期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有金融科技州 另外我們的七人攬籌賽也會再次舉辦 希望大家留下長時間享受香港 我們在這陸的平面 請你再次舉辦